有一款国产武器,首次公开亮机就引起了各方的争议。 它看上像一款火箭炮,标牌上也写着火箭弹。 可它又有墮机、微墮、燃气墮。 弹体的运行要通过制导系统控制,这些都是导弹的特征。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火箭弹还是导弹? 许多资深军迷都说,这不可能是的对比火箭弹,甚至有军迷断言。 这就是红旗16导弹。 它就是我国的神鹰400火箭炮。 400的含义应该指的是它的弹径400毫米。 不过巧的是它的射程也刚好是400公里。 这个射程在火箭弹中称得上是全球独一无二。 以我们所熟悉的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例。 它的作战半径也只有210公里。 如果面对神鹰400的话,它根本无法部署到前沿基地。 由于它的射程达到了400公里。 因此在发射方式也采用了和导弹一样的垂直发射。 在垂直发射后它还需要变轨和修正飞行轨迹。 这也是为什么火箭弹上也装有燃气墮和墮基了。 在射击精度上, 神鹰400也比一般火箭弹要好得多。 因为它除了惯性制导外, 还采用了北斗卫星并未修正偏差。 这两者的结合, 使它在战场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大幅增加, 累计误差缩小。 它还采用了和东风11弹道导弹相同的载车。 令人称道的是, 除了发射400毫米火箭弹外, 这个发射架还可以共架发射一枚东风11弹道导弹。 想象一下四枚火箭弹和一枚导弹 从一个发射车上同时发射的场景吧。 点、面结合的打击效果, 并能给敌人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 至于它究竟是导弹还是火箭弹? 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它的总设计师汤克辉了。 他说, 弹道导弹成本更高, 所以叫导弹。 火箭弹比较便宜, 所以叫火箭弹。 同时火箭弹的精度也略差一些。 但是如果客户愿意加钱, 我们可以随时把它升级成弹道导弹。 至于说到两者的区别, 汤总师说, 我们叫它火箭弹, 这就是区别啊。 听到这话, 我就豁然开朗了, 并深深为国外那帮制定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人们感到痛心。 制度中规定, 任何国家不得转让射程超过300公里, 战斗部超过500公斤的战术弹道导弹。 我国也于2004申请加入了该制度, 并遵守该制度的各项规定, 绝部出口射程300公里以上的战术弹道导弹。 未来, 我军将会把它作为师旅一级的远程打击武器, 这使得远程打击手段下放到更加基层的部队。 这也大大增强了解放军部队整体的远程作战打击能力。 此举将原来只能归属于集团军的军, 集团军属的地对地远程打击能力, 提高到新的位置, 使得我国陆军的师旅级部队也能获得 和集团军级同样的400公里的远程打击能力。